今集继续抗战胜利70周年特輯 抗战后期中国远征军和盟军合作 进入缅甸攻打日军 远征军是希望阻止日本继续扩大侵略的企图 但第一次入缅甸就遭到惨败 数以万计的士兵逃不出原始森林而失踪 其后盟军重整策略和加强支援 中国远征军主动反攻日军 终于光复第一个远城腾冲 而这一场的甜蜜战役 国民政府前后派出近40万兵力 但死伤就近半 可以说是以无数的生命换取回来的胜利 1942年十万名中国远征军 第一次入缅甸就遭遇惨败 次来时经过有野人山之称的缅甸北部森林 跟四万名远征军 敌不过恶劣的天然环境 埋思荒山 国民政府重整反攻缅甸计划 派出士兵到印度受训 成立住印军 那时辛苦了 我们可以说是吃草米 我最记得有一餐 16粒豆豉6个人做菜 住在香港90岁的黄树开 十几岁就被征召入伍 从广东到昆明 再到印度的雷多 接受美军的重林战训练 深林转里面的高山野嶺 是要尽量避免自己的声音 被敌人听到 尤其在深林转里面 可能现在十几岁米前面 有日本人在这儿埋伏 1944年开始 远征军转手围攻 希望攻下缅甸的麦芝娜 截断日军补给线 黄仲斯曾经参与麦芝娜 多次大小战役 他说地形复杂 战情经常拉锯不前 黄树开系通讯兵 经常走在前线 更加是修复电线时被炸伤 这些炮弹在我们附近 就几密爆炸了 穿着长褲 打着脚蚂 咦 为什么这条褲子塞了 当时没什么 不觉得有什么反应 我刚刚看 原来我流血流了很多 一看到血之后 我就痛了 脚冻了很多 原来我被炮弹破面 受了伤 1944年 袁征军在美军增援下 苦战一百日 终于夺得麦芝娜阵地 击退日军 袁征军再配合驻印军 主动反攻腾冲 龙龄的日军 龙龄是田面公路必经之地 而腾冲是缅甸和云南的连接点 日军在这两个地区 注有重兵 远征军只要修复腾冲 就可以打通田面公路 这一道是腾冲英国领事馆 当年是日军死守的阵地 还看到处处凹凸不平的炮弹痕迹 有些大到好像拳头 可以想象两军交火时 胆如如下的激烈战况 日本人在这个腾冲 是派了重兵把守 三十千人把守 那么中国军队完全是靠 十大硬拼 很重大的牺牲 才夺回这个城市 袁征军在1944年9月 第一个收复的中国完成 就是腾冲 当时消灭日军二千多人 大远征军牺牲了九千多人 19名美军仗士战死 阵亡战士的名字 就留在国殇墓园 国殇墓园的山坡上 一共有三千三百多块的墓碑 五碑下面都是埋葬着 当年集体火化中国远征军的骨灰 他们都是不适以血肉支驱 保卫家园 五致死的时候 平均年纪大约只有二十岁 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 城市再夺回隆龄 在长达四个多月的争夺战中 先后投入超过十一万兵力 虽然杀敌万多人 但伤亡就比日军多一倍 有二万八千多个远征军阵亡 随后远征军再城市追击 收复汪市远丁等等的完成 在抗战后期 欧洲战场稍为宣定 盟军部署全面反攻亚洲战场 增加兵力和装备 包括飞虎队的空中支援 攻打日本不同的陣地 中国和东南亚的战场范围大 中国和盟军有实施两面夹击 日军兵力支援占有不计 直至美国在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 在1945年8月15日 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些黑洞做梦五十年 慢慢一个一次两次慢慢 97岁陈炳正的恶梦 是参战时死累逃生的情景 他是中国空军 后来到美国接受训练 回国后加入盟军空军飞虎队 负责驾驶战斗机 支援田面战区 面对日本空军基多性能好 飞虎队只能以战术迎击 他每次来到30架才10架 日本人可以帮他多发推连 实际上中国非常聪明 他的战术就是高到高打 高到低不准打 炮就保护保存实际 1943年陈炳正奉命出击 同日军空中交战 他打中一架敌机 但是一不留神租到横击 啪 就算啪一声 飞了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左右 白烟 白烟白烟 这些生意气筒毁在 就算等白烟大 会进去爆炸 那我就准备挑战了 他右肩重弹受伤 跌入森林 辰转成为日本战俘 但日军对付他们的手段 更加残忍 三天之后 哇 臭啊 发吵 疼 哇 哎呀 被个害力 就是等你开刀 子弹不能出来 不敷肉 被你死 陈炳正说 飞虎生涯艰辛 自己多次飞越死门关 很感激救回他性命的人 1943年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到开罗出席英美国际会议 讨论战后新秩序 发表开罗宣言 内容包括要日本无条件投降 并且将占领中国的领土归还 包括台湾和澎湖群岛等等 1944年英美盟军在欧洲反攻德国取得成果 部分军力重回亚洲 中美兵分多路 追击在亚洲的日军 中国远征军击退缅甸的日军 而美军就炸毁日本主要城市 令到日本元气大伤 从沖群岛战役到日本本土 那个是整个狂风烂炸 但就像当年它轰炸 武汉跟重庆一样得到了报应 日军在各个战场死守 到了1945年8月 美军在广岛长期投下原子弹 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 如果你在不真的接受 恐怕比在中国关东战争 或者亚洲的战争 还要更加的百倍的一种死亡 对一个日本人当然不能过 接受这样的一种苦果 1945年9月2号 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的 美国军艦密苏李浩 签署投降书 中国泰显军总司令官江川宁次 在南京向中国战区 最高统税蔣介石宣布投降 由当时的陆军总司令 何应鸣主持授航典礼 知了日本的投降书 当然是开心的 第一次见到我们 整理了那个武将 自己国家军队回来 个个都很开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